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讨论起农历龙年英译是英译为Dragon还是英译为Long 专家则说关于龙的英译其实已讨论了数十年 而中国社会在应用上渐渐形成新的选择和标准 综合澎湃新闻杨子晚报等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目前中小学教材中龙的英文多半译为Dragon 但最近这一个月随着龙年的临近 以为Long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 例如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9日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时 就将龙年译为Long Year 将龙舞译为Long Dance 另外也将龙主题的艺术品译为Long Themed Artwork 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教师程水英表示 英文翻译时对于中文中的一些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专有名词 英译是一种比较巧妙的翻译方式 可以向异语读者输入原语文化消息 例如功夫Kung Fu 豆腐豆腐豆腐粽子Zongsi等 程水英说 如今将龙一为Long 也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微信公众号上海文联 曾对Long的接受度进行调查 参与投票的网友中 超过九成 在Long和Dragon之间选择了Long 报道说 对于龙的英译 争议其实一直都在 2015年中国人大 政协全国两会期间 就有政协委员提议进一步明确龙的英文翻译 青岛日报 则引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彭平的话称 19世纪初 英国传教士马什曼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中国龙 当时注音用的就是Long 但在马可 波罗的东方游记里有Dragon这个词 从外形上观察 马可 波罗认为 中国建筑上的龙和西方的Dragon这个词 有一定相似之处 后来 英国传教士马里逊编出史上第一部华音字典 里面就将龙译为Dragon 这部华音字典的影响非常深远 也因此Dragon这个词才延续下来 据澎湃新闻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黄吉 曾于2006年提出 龙不英译成Dragon Long才应该是龙的正确英译 专家说 关于龙的英译 中国社会在应用上正慢慢形成新的选择和标准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日益增强 汉语文化也越来越多地为外国游客所了解 大量文化附在此只需使用音译的方法便能被理解和接受 例如音音 杨燕 太极 KG等 专家说 音音翻译方式能最大限度保留原语语言风格 同时也能最大程度传递原文中的本土文化消息 给予外国人士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 英文单词Dragon所指代的龙 指的是欧洲神话中的一种虚构动物 体格庞大 形象凶悍 北欧的神话传说 第一章 创造天地的神话 介绍北欧的独龙石说道 有一条猙獰的独龙叫尼特霍格 盘踞在冰天雪地的海维格尔玛泉水旁 日夜不停的是 咬着深入泉水的巨大树根 又说 独龙生为恶魔 企图最终咬断宇宙树的巨根 毁灭世界 而在西方圣经中 龙就是蛇 在《创世纪》里 有一条著名的蛇 它曾引诱夏娃偷吃了伊甸园里的智慧果 在《启示录》里也两次说道 龙就是那股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蛇与龙前后相成 而且迷惑天下人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 龙是传说中的四种祥兽之一 《礼记》里运篇 写道 林凤归龙 未至四灵相传 林是寿中之王 凤是秦中之王 龙是戒中之王 龙是林中之王 他们的出现都是家瑞的先兆 比如 三国演义 第八十回 麒麟降生 凤凰来以 黄龙出现 也是用来说明圣时预兆 中国的龙崇拜 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君主时代 龙是作为为皇权的象征 帝王自称真龙天子 韩非子曾说 龙和帝王一样 都有逆临而不可处 否则龙颜大怒 诛灭九族 所以李白诗云 有侧不敢犯龙领 窜身南国 必胡沉 当然 如果把生肖龙的发音 龙 铜 做多中国的英语 Long China 向连接起来 中国宣传部门努力宣传 不说Dragon 而说Long 又有另一层意思 美国之音的报道提到 在中国房地产业不断爆雷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和通货紧缩压力攀升 外资大举撤离 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 经济复苏 疲软乏力 股市跌跌不休 股民哀嚎一片之际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星期三 2月8日 在春节团拜会上 仍坚持畅想 中国经济光明论 称放眼全球 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习近平称 过去一年多来 做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果断实行新冠疫情防控转断 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元 粮食总产再创新高 就业 物价总体平稳 放眼全球 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习近平高昌 中国这边风景独好之际 正值中国当局 试图从 正在习近平亲自部署下 遭受三年严厉清零 防疫封城 封控措施 重创的经济 但负租增长 却持续疲软乏力 中国公布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 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去年12月的49% 升至1月的49.2% 微升0.2% 但仍低于50%的融枯限 这表明 中国的制造业活动 连续第四个月处于萎缩 在2024年初 中国制造业及整体经济 仍在挣扎着重货势头 但难以恢复动力 此项数据 是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新年一时表现的头一份概要 此结果与路透社 对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测一致 在严厉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之后 中国经济的复苏 比预期的更艰难 分类指数显示 新订单指数 生产指数略为回升 显示市场需求改善 但原料库存指数 从业人员指数下跌 连同新订单指数 三者均低于50% 新订单指数为49.0% 连续第四个月收缩 新出口订单升至47.2% 连续第十个月收缩 在非制造业部分 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等的商务活动 据国家统计局称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7% 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高于临界点 并且是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分行业看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 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 在经历两个月收缩后恢复增长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9% 比上月下降3.0个百分点 增速明显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月2日 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从4.2%上调至4.6% 但仍远低于该组织去年预测的5.4% 报告认为 到2028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降至3.4% IMF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 今年将大体保持与去年相同的增幅 不过其增长动力将在2024年和以后一段时间逐步减弱 2023年 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增速是5.2% 这个数字被广泛认为是 中国国家统计局化妆出来的 与中国去年的经济现实反差过大 IMF表示 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主要是房地产市场衰退 出口需求减弱 生产率提升乏力和人口老化等 有分析表示 中国经济低迷是主政者近年来连连政策失误的后果 包括重拳打击互联网 游戏和补教等民营企业 导致裁员失业及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等 此外 当局多年放纵 恒大等房企过度借贷 形成房市泡沫 但是打房过头 出手过重 衍生楼市目前的崩盘危机 另外 中国在防疫期间动辄封城封控措施 逼得外资出走 转移供应链 再加上对外政策上与美国对抗 造成美国对华经济制裁 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前景暗淡的主因 有学者分析说 外资撤离 内资外逃后 让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一个巨大黑洞 仅剩存量资金 因此 就算央行释出 3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入市 也恐难把黑洞补上 据中国人行的最新统计数据 外资持有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总金额 已从2021年底的8万亿人民币 降至去年6月的6.6万亿人民币 仅流出18% 过去半年来 实时传出外资每月抛售 上百亿美元入股的走势 分析表示 从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变化来看 即国进民退 消灭财富 自力更生 内循环等等 有以内循环为代表 都是反市场经济的 而理论上 市场经济的对立物 并非简单的计划经济 而是所谓强调自力更生的自己自足经济 判断一个经济体 是否市场经济 在于它作为一个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的开放性 而这种系统开放性 尽管在改开政策下获得脆弱发展 但在过去十年的中国 已经遭到根本的和全面的破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